馬政府時期的衛生署長楊智良 昨天在替郭台銘站台的時候表示說 現在很多人很問准 那為什麼會有家暴案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修理 蔡總統跟行政院長陳建仁 所以才會打老婆跟打小孩 對此呢引發了誓言風波 他今天親自說明 但情緒非常的失控 不斷的拍桌 而且大罵總統蔡英文 跟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也堅持自己沒有誓言 不會道歉 來啊我不道歉你要怎麼樣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台灣的公民 我說這些話 你總統要我道歉 我就是不道歉你要怎麼辦 你總統派人把我抓起來嗎 關起來嗎 這什麼話嘛 我請問各位 台灣是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這是蔡英文講的 這是賴清德的講的 憑什麼要我道歉 郭董的發言人說建議你道歉 你怎麼看 他要我道歉 對 黃師兄你道歉 那是他家的事 那因為郭董也說明 你好像有一點脫稿演出嗎 為什麼要遵照他的稿子 我說楊思良 為什麼要遵照他的稿子 他是他 他今天要選總統 我也沒參加 對不對 是你自己說你要請我做這個 弄一個什麼 這個顧問團 有沒有給我拼書 有沒有給我一毛錢 但我不需要錢 不需要他給我錢 是吧 他如果要我做我當然同意啊 你會說我講錯了 那你認為講錯了 我認為講對了 不行嗎 我認為蔡英文講過好幾次了 天天講謊話是爛人 他可以來告我 為什麼到今天還沒告 我想陳建仁 建仁 為什麼不來告 可以啊 我們就到法院去 說你這個高端是怎麼過的 你把軍工叫砍了 你自己雙零每月五十萬 你得得來啊 楊正良整場記者會 大約是四十分鐘的時間 從頭到尾不斷的偏離主題 那最後被拉回正軌 談到試驗風波的時候 他認為自己真的是沒有失言 因為一切的發言呢 都是有邏輯有根據的 那接著呢也被問到說 那郭正寅也認為他應該要道歉 他說那是他們家的事 而且呢他也不認說 自己脫稿演出有什麼不對 所以呢他也說是郭台銘 來邀請他擔任顧問 那朱立倫跟侯友宜都沒有問他 所以他認為他自己贊同的人選 他就加入沒什麼問題